西方美术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 有一幅举世文明的画作《创世记》 这幅在梵蒂冈教堂的天顶壁画 虽然充满浓厚的宗教气息 却也被誉为艺术的奇迹 在鹿岗也有一位建筑彩绘师李一新 他不只是想怎么样把寺庙彩绘的记忆学好 做好 还想要把彩绘师传统的时尚精神发扬光大 最近他做了一个尝试 在庙里画上卡通人物 记者卓冠奇 宇荣宗的报导 那个年代的民间的酱汁 在当年的媒体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就是一个时尚的代言 没有人讲说规定 或是政府规定或是法令规定说 你一定只能画三国原理 又是传统的课题 来参观这个庙的人不分年龄 你只要是三岁小孩子到九十岁的都可以来看 彩刚从一个新庙的设计讨论案回来 李一新一头又钻进了在鹿岗老街的工作室 一般会画成板子的都是庙里面的 庙里面才会画 因为这个成本很高 单单一块这样木板就要五千多了 你到外面去买一块刺绣好好的两千块 拿毛笔轻轻的慢慢的扫下金箔 扫金的动作不能太大 又有什么要那么贵 不简单在哪里 工啊 很繁琐啊 很繁琐啊 省不得啊 你就是要一定要按部就班来 其实木板跟金箔都很贵 但最有价值的是复杂精致完美的构图 还有李一新一笔一画 琢磨出来的细腻工法 做的那个 我们那时候写十三行遗址 开始一直打 那时候做了很多跟古迹相关的报导 打到后来好婆村亲自到十三行遗址看 回来就指定说 那个就指示要成立成立博物馆 回到陆港之前 李一新在报社做过十年的记者 专门报道古迹维护 访谈过无数多的匠师 满肚子的学问 提笔作画之前 还有一段经历 是他决心做彩绘的关键 来同学们 动作快动作快 不是说我们爱限调 看庙真的要会看 要会看 不然每间历也同样 有什么地方好看 匠师的很多智慧 很容易就在我们的盲目当中被忽略 我常常为那些古代匠师打抱不准 他一生所学 用在上面又不能留名字 所以他只能去管这些东西 让你知道他的存在 不算把杰说当职业 但只有内行人知道 李一新的导览是有口皆碑 出名的不是他生动活泼的话术 而是他发自内心的爱传统 所以后来我们陆港一个有钱人 就捐了很多钱 他就重修 重修完就是重新 他把它通通解体 后来他们通通组得回去 组不组不回去 怎么办 用记的 用敲的 用黏的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只是一个外表 只是一个外表 当然花了很多钱的人 就很不甘愿我们这样讲就对了 讲太多我会被揍 离心伞门越来越大 也不怕得罪人 他曾经揭发了一级古迹 龙山寺的整修问题 事后他也不愿意被批评为光说不烈 于是这几年 他默默地为陆港其他大大小小的知名古庙 重新美容 同步进行各种实验 从屋顶到梁柱 金碧辉煌 闪闪发亮 处处是刚盖好的痕迹 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玉渠宫 供奉戏神 田都元帅 经过李一新的翘首回春 老庙焕然一新 却也因为他的一个创意 制造了话题 你要入庙门啊 不可能沉空而降 一定要从外面到里面啊 有耶 这里有在外面 有还有啊 真的 好酷喔 好酷喔 哪里哪里 改变从来就不是立刻发生 在海绵宝宝出现之前 李一新和庙方就有默契 要做点不一样的 状元狼取代了八仙过海 还不是太大的冲击 让海绵宝宝来教中校结役 就很难解释 很多大人认为海绵宝宝儿童不宜啊 但是小朋友 小朋友的 他的心灵心智当中 海绵宝宝的表现 让他们认为 他是一个最讲义气的 愿意帮助别人的 无怨无悔的 神明明